这一集主要是讲我的个人网站 教学网站内容有哪些东西 我把它定名为 这是我的名字 英文及知识教学智库 这个我的网站 是我的个人网站 内容有几千个 可能四千个吧 教学视频 连接到我的YouTube上面的视频 因为两年前开始在YouTube上面 分了别的一个两个三个 到现在有十七个 那十七个频道 一般是一个YouTube是一个频道 当然又有人不止一个 我陆续叫十七个 因为要分门别类 因为英文的知识是五花八门的 可是中间有些频道又加一些其他东西 所以我后来在做这个个网站 我一共把它变成三十四个 从网站上看看是比较清楚 因为网站是最近刚新做的 一个多月前开始入虚假 现在有个雏形了 然后也一定要提供油管 就是YouTube 没有显示的文字教材 所以有的人视频看一看 我想看看你的文字 文字教材 这里面都有 在YouTube上看不到的 那除了这个YouTube上面以外 然后在我的网站也会提供陆陆续续 现在这一部分刚开始 五花八门大家知识内容 及相关的网站的游说 我取名叫知库 相信它大幅提升的英文程度 及知识水平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 十七个YouTube频道 那这一期主要是在介绍 我到底这个网站有什么内容 其实也就是YouTube内容 YouTube感觉稍微乱一点 不好找 可在网站上就非常分明 那因为现在有好几区 那你现在只看第一区就好 因为第一区是快速 可以快速 因为它里面比较没有YouTube的画面 那第二区就先不要看 因为慢速 因为它这个是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开启网页 可能要叫五秒 它才会第一个才会显示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会快一点 可是现在人没有耐心 你们一两秒没打开 它到处就转掉了 那这第一区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可能也是要三 也是看情况 有时候一秒两秒三秒 大概不能超过三秒 就大概就跑完了 大概是这样 因为它没有那些东西 但YouTube的慢速 也可以破解 我知道可以破解 这是外文的 中国人跟台湾人的网红没有提到这一块 那我还没破解 破解后再告诉大家 那这边就是第一区三四个 我这边念一下 知识宝典开眼界 全部都取七个名字 英文知识白宝香 到底英文顺口书 美式发音并不难 一字夺语奥妙多 特殊文法简于火 错语英文一避免 阅读测院大挑战 成语业语有玄机 经典有所有难度 新闻英文长见识 基本单字真功力 支持阅读真建文 绘画力局尽量学 更此评语如牛毛 简易表达很轻松 一所欲言学英文 英文杂谈学问多 英文长句不要怕 英文名曲值多少 不是高手不要看 英文测验大集合 复合字句你知否 使用有趣的单字 勇敢挑战困难字 个性脾气形容词 解说长句有绝招 而一字多语力局度 新约就约学英文 说读英文要断句 较难发音英文字 英文念语有智慧 英文例如道具说 你句子分例多 你说什么搞得那么复杂 这是我自己的分法 这是我自己的研究 心得 当然以后搞不好 还有第三个组 暂时留了 以后再说 所以我这一集主要是讲说 这三四个 我带你唱了一遍 可是有人搞不清楚 说到底什么东西 好像字面上也看得懂 可是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我再讲七个字 然后我这边有点各区内容的说明 因为它没有这个YouTube画面 所以它开得比较快 这边就是这一集主要是在讲这个东西 所以第一个知识包典开眼界 这反正都是我取的英文名字 只有这个是跟英文无关的 其他33个都是 知识包典 这个单元是我多年所学的结晶 内容包三包涵 基本上都是一半人所需要 但未必了解这些常识跟知识 目前已经五百多集 我在网站中尽可能做分类 相信有助于增加有原则的常识及知识能力 那英文知识白宝箱 我觉得这个非常实用 我建议大家先看这个 当我们在学习英文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遇到五花八门各种英文的问题 这种设计文法语法 成语句型文化单字等等 在这个单元当中 这个英文知识白宝箱单元当中 我在美极讲解一个常见的英文常识或概念 让大家英文可以学习的更全面更扎实 那道地英文顺口说的第三个什么东西呢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英文表达能够更上一层 就想办法摆脱既有的中文的束缚 也就是尽量减少中文式的思考 也就是要少说杨金斌不标准的英文 在这个单元中 我列出很多道地的英文表达方式 希望大家在所写英文的时候 能够跟英文人士接管 人家怎么讲不怎么讲 换句话说就是人家怎么讲跟怎么说 尽量不要用中文的思考方式 自己创造一些讲法 不知道怎么听不懂 英文美式发音并不难 这边是叫K天音标美式的发音 不是英式的发音 除了在英美国家出生或长大以外 多数华人的英文或美语发音的问题 也就是咬字或发音不准 相当于华人的清调 我这个单元针对美国通用的K天音标 每一集讲五个常用的英文单字正确发音 其实多数华人英文发音不准 多半存在六组 有六组的母音 每一组有的两个人 有的三个 也就是不知道如何正确 发出这六组母音 在这个概念当中很清楚 说明 从很多这个常用字里面 说明这些发音 一字多一 二秒多 这个是很多人英文学不好 不道地 这个关键处的一字多一 因为英文字不是一个字一个意思 很多人在记忆或者背英文单字的时候 每一个单字就是一个意思 其实是天堂的错误 在实际的英文环境上 一直都一直主流 有一个字有两个以上的意思 甚至有到二十几个意思的 这样是正常的 一个字只有一个意思 反而不正常 是非主流 而徐多恩确实背了很多单字 但实际上阅读 外国人写的文章所常有看没有懂 而这种怪异的现象 就经常跟缺乏一字多一的 这个能力 概念有关系 所以我这边列出很多 一直做一个例子 然后再打上英文的句子做说明 而特殊文法解疑或呢 就是英文文法是一般华人 在学习英文的时候最害怕 最流的一环 但是英文文法又极其重要 不可或缺 就在这个单元当中 很有系统的整理出一些实用的文法知识 例如相继解说的英文作解析词 常见的副词 连接词 集合名词 副识名词等等 还有各方面的文法的知识 这些都是比较实用的 错误英文一避免 这边已经有100多集 列出每一集列出有个常见的 我们常常写的英文错误 这些错误都当然跟英文文法语法 这个文法跟语法是两回事 一般人也分不太清楚 我就愉意说你 错误 哪里错误 应该怎么正确的来写 阅读测验大挑战 就许多人都有参加各种英文考识经验 这个单元收集了各种英文阅读测验的考古题 以及这样五个题目 我们看多了这种测验题目 我们了解它的意识跟正确答案 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 也比较不会害怕英文考试 而成语、艳语有玄机 英文除了个别单字以外 它是有许多片语 读成的成语、理语、惯用语、书语 这些东西、专用语等等 通常华人在学习英文的时候 重点是记单字 记完单字看文章 但是在不熟悉 成千上万的成语、偏语等等的情况之下 在十七月度外国写的文章 容易四处碰壁 有看没有懂 这当然是因为我们的英文基本中 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单元中 我收集大家的英文成语、艳语等等 给搭配英文句子 带领大家记得英文成语、艳语、书语、灌溯、 一对的世界 而经理演说有难度 这收集了很多英文经理演说有名的 在每一集视频当中 陆陆续续解释 中文的意思 跟他演说的背景 而这些经理演说 当时比较难一点 写得比较深奥一点 英文成语一般的人 英文成语不怎么样看人吃力 一方面在经理演说 用字选词比较难 另外一方面剧通常也比较长 就是写错 但是不要怕 多看一下英文经典演说 跟英文的长剧 会大大增加英文阅读能力 然后顺便另外《钢场开花》 阅读这些英文经典演说 也可以增加我们英美人士想法 世界历史和局势的进一步了解 所以在Youtube上面 我只有视频 但是在我这个网站里面 都有我的笔稿 我的文字稍微整理一下 都有文字 新闻英文长知识 就找了一些比较短 比较不复杂的外面的英文 解释它的意思跟示范的发音 基本单字战功力 我觉得这个是打基本功 我建议大家可以的话 也多看一点 有时候我们真的小看了一些简单的英文单字 其实有一个老而不破道理 就是越简单的单字 其实学问最大 而且这些简单常用的单字 可能涉及到一字多异 一字多词性 统一字 统一字等层次的问题 可以在这个代理当中 把所有的基本单字 大部分的意思 所有词都一一列出 并搭配例句 帮助网友 打下见识的英文基础 而知识阅读真见闻 主要是从维基百科 英文百科当中 找出很多对知识有帮助的文章 然后加以解说 希望能达到协助大家增加英文能力 还有这个尝试知识的双重目的 目前内容包括介绍 美国、英国、中国、法国、维基 BSC大战等等 然后后来有很多片子介绍 好莱坞的男女明星 绘画的一句尽量学 就是很多人念了很多年的英文 但是输到一样是方分少 一旦遇到了后 就瞠目结舌展不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代言 提供取得常用的实际绘画的例句 每一集将就十个绘画例句 所以就这边 都这个 平均了 都大概一百多集了 平均了 一百多个视频 当然我们知道 每一集的这个到里面 动词片语如牛猫 动词是华人学英文的时候 本来就比较弱的一环 对于动词片语 有些动词成语非常陌生 其实这种成语很多 所以我们一般看到就完蛋了 动词成语 简单讲就是 动词后面再复词 以复词为主 借其词为辅 成千上万 如果我们对这个义务所持的话 英文上就毫不起来 简易表达很轻松 就是让英文程度普通的人来看 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实用绘画例句 然后加以这个天然地别解说 需要帮助大家讲出比较简单 但正确的英文句子 那一所一言 学英文当然就是 我这边就不练了 就是一集就讲一个一所一言的故事 要解释 然后念一遍 当然这个比较适合小孩子 一般的学生看 一方面有趣 一方面也了解西方文化 英文杂担学文 这比较长一点 目前这个包括 现在已经有了 譬如说一些有趣的 英文一字多一粒字 一黑二有关的 英文业余 一会介绍世界 比较人耐的一些 这边自己去看 名字前面什么要加 定乱词 不定乱词 了解英文词性 动词善态等等 这边就是有针对性 就比较杂 比较 没办法有各个频道的 所以放在英文词善态里面 英文长句不用怕 这个英美包装操 经常出现30个字 一个句子 30个单字以上的英文长句 一般人一看到就挂掉 这个我们英文普通的华人 最不适应长句 一看到长句完蛋了 不知所措 所以我这边已经有 一百多集 每一集的讲一个长句 从50个到100个单字组成的长句 长得不得了 一般人一看到就没办法 大部分都是有经典演说 一些有名的文章筛选出来 每集加一个长句 这个分析他到底什么意思 他的文法、语法、结构等等 希望你看多久比较不怕长句 一会名曲是多少 就是一些比较经典老歌 就解释他来龙去脉 然后他的意思等等 一大堆让他 不是只听过这个歌或者会唱 对他来龙去脉 他的背景有更深入了解 而不是高手不要看 这内容比较高深一点 如果你程度不好的话 一般的话就先不要看 程度好的挑战一下就看 然后 然后英文车研大集合 这是前面有一个车研 那是一级教育的题目 这边就是另外收集了 大学知考、国家考试 整理出来一些东西 就是也是增加考试的能力 符文字句 这个是比较特殊 符文字句也叫连接字 就是一个字是由 这个两个字甚至三个字以上 I put absent my little person the broad embracing 一大堆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也不少 可是我们对他不了解 所以这个符文字句是比较特殊的 当然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看 但是英文程度好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实用有趣的单子 我找了很多列数字 所以这里面很多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 这个也没有说 有什么字典 有什么英文书给我抄文 不是 是我研究英文几十年 都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 这种东西也没得超 也没得超 都自己整理出来 当然有很多是参考人家的 这是一定的 列出很多实用 带着虚位单子 增加功力 勇敢挑战困难字 就是找一些比较困难的 比较艰深一点的字 所以这个也适合英文程度比较属力高一点的来看一下 了解一些比较深一点的 当然困难一点的字 也比较少用一点 这是一定的 可是你英文程度好 外国外国报道杂志论文 有时候也会出现比较难的字 这个个性脾气形容词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也可以先不要看 这比较特殊 这形容人的个性脾气 这形容词 当然英文程度好的 你可以参考 写出长句 有绝招就是我自己整理出来 当然英文长句的时候 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写那么长 他有哪些方法 方法很多啊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精华 一个特殊的地方 都把整理出来 有哪些窍门 一字多一的例句 简单讲就是把一字多一的例句 收集了很多 那旧约新约 选英文就从旧约英文的英文版一面 要大家一方面了解圣经的意思 有哪些内容 一方面先学学英文 而说的英文要断句 这是主要是去年大家法音 英文除了自证腔炎 法音以外 有时候断句叫停顿 所以我这边每一集 就是弄一个新闻英文 然后上面标好 所以你哪里该停顿 然后带着大家念 就让你知道说念英文的时候 不要一口气 你也很难一口气 就是要停顿 不然气过不来 外国也听不懂 那重点要停顿 要怎么停顿 做很多示范 而较难发音的英文字 当然是找了一些比较难的英文字 像你看这些字 没有空 我也不接着时间 也不念 这些字 一般人可能念不太出来 所以这个适合程度 比较好的挑战一下 而英文艳语有智慧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就收集大量的英文的艳语 艳语成语 这是都是跟西方文化有关的 所以适合有兴趣的 或者英文程度比较好 那我每个都有解释 为什么这些英文艳语 它是字面上什么意思 它全外字面什么意思 它是怎么来的 英文艳语到底说 就是整理很多英文的艳语 然后这个艳语 艳语的话就是跟老外比较没有距离 就是老外怎么讲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 中文也常常有艳语随语 艳语这边就是艳语的例子 所以这边就是说三四个 所以这一集主要是讲三四个 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最后 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知识包件 开眼界 这样子比较快 我一区有100个 像中国山区 接近300个 就是武汉爸爸们 认识各国国旗 认识美国11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这些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到第二区 你就按一下第二区 也是很快 因为这个没有留情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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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到第二区 从宜到底离开 这是中华宪法 牛排 宜大队 就是咋子咋吧 那这个另外它有世界遺产篇 还有从地图看世界 中国起源系列 所以你看我的视频 如果看到回过来怎么办 就按左上角一个回到首页 回到首页 回到首页 那当然这个速度 回到首页 那现在我们看第二个英文知识 包括双 这一点下来也是一页 一页 一页一百个这边 一到一百 那你要看文字教材 文字教材是五四个位置单位 比如说你要看文字教材 这边 你点一下 这个就出来了 第一集什么东西 这就是文字教 这是它的内容 那你如果说 这是一到一百 如果你要看这个一百 一到两百 按一下 就进去 反正我整个架构都差不多 这边一百零 那你也可以回上一页 你也可以按上一页 那也可以直接按这个首页 所以每一页你按下去 都很多 这一集就告诉我讲 我这个频道里面 当然 第二集你先不要看 第二集应该是下导YouTube画面 YouTube画面 因为一集 一页五十个 五十个 但它很慢 为什么慢呢 因为它再入画面 不是我们想说那么简单 它再入每一个 因为我一页五十个 YouTube的画面 可是每一个画面 它都要再入相当多的东西 但是一般人不太了解 如果是后来再了解 你比如说这个是比较慢 比如说我们要点一下 所以你都看第一集就好 第二集 它一出来是会出来 可是它就是等这个画面比较慢 但是它第一个画面出来以后 后面就比较快 所以一般人大概没有慢心 所以大家先不要看这个 那它有破解的方法 我有点破解的方法 等我破解了 我再告诉大家 所以这个比较慢 大家可能受不了 所以先不要看这个 那第三区也是整理过的 你先不要管 那最后要讲的是第四区 那第四区的话 就是说 知识极好在媒介区 这是我的一大重点 但是现在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怎么开始 这个花很多时间 你看我点进去一下 比如说架构 大概是这样 世界遗产的中国 这是央视做的 38级视频 这个我觉得很棒 美国历界总统 就是因为演讲稿 就是没有视频 就是主要是英文 中文翻译可能也不好找 就是世界前一百大公司 奥斯卡经常讲历界最佳影片 自己去看 罗贝和平讲 一大堆讲 都是世故全书 世界遗产 NPM 三十支球 这包的万象 人们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边主要大家了解一下 那这个上面叫夜首 你不管点哪页都上面都有 夜首就是回到首页 我这个教育网站 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的YouTube内容 欢迎 DNADE 如果小欧君 台币一千两千 也欢迎 我给更新设备 跟我联络 晚上都去 总说明 像我YouTube内容 我们点进去 这个我的YouTube内容 现在有17个 所以比较杂一点 17个 希望大家能够17个多 这边漏掉 还没有把它写完 有17个 因为YouTube下面都会有连结 所以希望17个能够定义 这边简单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教学诗篇那些东西 这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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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